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今天的家常菜是芋头扣肉 方法怎样做 来看看 首先我们准备600克的芋头 将芋头的皮切掉 然后呢切一半 如果谁的芋头太小颗像我这种的话呢 切大概有那个角形就可以了 这个呢放着下一次来煮另一个食谱 然后将芋头切成一片片 大概2cm那么大 有时买来的芋头呢它的尺寸是不同的 可是呢最好切出来的形状会是这样啦 过后呢我们准备600克的五花肉 皮不需要切掉哦 好 现在我们来煮一煮我们的五花肉 用冷水清洗一轮 这样呢我们的那个五花肉的皮 会很很嫩 然后呢那些脂肪呢也是通通洗干净了 好 洗干净好了过后呢 又继续煮30分钟 30分钟过去了我们就将我们的五花肉拿上来 这个五花肉的汤呢不要倒掉 等一下要用到的 用茶度一度我们的五花肉的皮 用茶度一度我们的五花肉的皮 倒入一茶匙的黑酱油 一汤匙的生抽 然后涂抹在皮上 涂抹在皮上 好了过后呢就放一旁给它烘干 现在我们来准备我们的这个芋头 倒入适量的油 炸一炸我们的芋头 用中火哈 然后炸到金黄色这样就可以拿上来了 相同的油相同的锅 炸一炸我们的五花肉 记得盖上它哈 因为它会炸的那个油 炸到金黄色这样就可以了 看到黑黑别吓到那个是黑酱油 好就将我们的五花肉呢放入冰水内 泡在冰水内大概30分钟 好30分钟过去了 我们来准备我们的酱汁 4汤匙的蒜米 2汤匙的白糖 1汤匙的玉米粉 1汤匙的五香粉 2粒那个南乳 1汤匙的蚝油 1汤匙的芝麻油 1汤匙的烧杏花鸟 然后最后倒入1汤匙的黑酱油 就将它搅拌搅拌均匀先 压一压我们的那个南乳给它炊掉 好了过后呢 就倒入刚才我们留下来的那个猪汤水 大概二分三的那个半杯 然后再搅拌搅拌均匀它 在这个时候呢 可以试一试那个味道 如果味道已经ok了的话呢 我们就来准备我们的五花肉了 将五花肉拿上来 切成一片片 大概两cm 五花肉呢 有些人买来的五花肉它不像我这一种的 有些是比较厚比较长的 也是可以用那个方法 然后呢 放入我们的这个汤汁内 放一下下就可以了 然后拿上来 夹一起跟我们的那个芋头 ok排好了就放入我们的碗内 皮往下 或者呢我们的那个芋头的那一条直直那一边呢往上这样 我们倒出来的时候呢就方便了 过后呢就将所有的酱汁呢倒入我们的碗内 现在水有那个 Floy啊可以盖住它 如果没有Floy呢 呃 也可以的没问题 只是蒸出来的时候会比较干 然后用中啊用大火热一热我们的水水滚后呢就拿下去蒸 这个时候呢就蒸两个小时 好两个小时过去了 来看看 哇漂亮 现在呢就等它冷了 然后放入我们的那个碗内盘上 这样就可以了 倒出来的方式是这样 可是要确定已经冷了一点点哦 不然会烫到熟 OK出来的样子就是这样了 如果有Floy的话呢 它就没有那么干 撒一点点青葱或者香菜 在上面这样 就看起来比较好吃了 味道呢也是跟你讲 非常非常的好吃哦 我们的这个芋头呢 也蒸得很嫩很嫩的 不妨来看看 过后呢就来试试我们的五花肉 非常好吃哦 这个食谱大家不妨试试做做看哟 如果喜欢我这个视频呢 记得帮我按一个like一个share一个subscribe哟